繽紛國之隊潛在消費者購買意願與滿意妒忌 再購意願之探討 以巴勒巴新莊店為例 Slogan 拉住你手讓你愛不是手 樂在其中填入你我心中 接著帶大家來看現場實錄 大家好,這裡是巴勒台,我是主持人 我現在人在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 那帶大家來看巴勒巴新莊店 這是巴勒巴東季推出的產品 他們的瓶裝是用玻璃瓶裝 那這個是巴勒巴新推出的活動 我們現在來看店內裝潢吧 你看,特工瓶製的 動機 阿查齒,我跟妳講 我昨天去新莊經過一家飲料 我覺得她的飲料賣得超漂亮的 我買了兩瓶過來 真的假的,我也想看耶 我今天有帶過啊,一瓶要分明 我知道這個啊,這不是網路上很有名的那個巴勒巴嗎 真的假的,我真的覺得它超漂亮的耶 這是巴勒巴新果瓶啊,妳不知道嗎 啊,它裡面包含什麼 它是新鮮的水果時候煮成的果汁啊 可是現在食安風暴那麼危險 傳得那麼嚴重,妳怎麼還敢去買 我有先查詢過資料 它主要標榜著繽紛美味跟健康 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看,我也好想去買喔,帶我去買好不好 好啊,我們放在一起吧 課程運用及主題介紹 本專題運用了課程所學 包括了會計學、商業概論、商業溝通、專題製作、門師服務、套端軟體食物 研究方法主要分為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實地訪談 問卷調查我們實施了兩份問卷 第一份是針對潛在消費者進行問卷調查 第二份則是針對已消費過後的顧客進行問卷調查 最後我們也親自到了店家和店長做了實地訪談 868成立時間為去年的5月 經營時間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 主要的經營項目為創意建成果汁 目前總店數為25間 主要的經營板塊位於北埔 潛在消費者問卷分析 主要受訪族群為學生 有84%的消費者願意因外觀而前來消費 有72%的消費者願意以現在果汁取代一般飲料 滿意度與再購意願問卷分析 從此圖可了解 大多的消費者對於本產品的滿意度是很高的 其中產品價格以及銷售通路是偏低的 大多消費族群都反映說我們的價格偏高 以及銷售通路不普及 75%的消費者都願意持續購買本產品 問卷分析後我們也分析了SWAT分析 優勢為亮眼外觀以及新鮮食材深受消費者喜愛 劣勢為通路不普及以及價格偏高 機會為消費者注重生活品質 健康養生觀念興起 威脅為產品取代性高 新鮮食材導致成本不穩定 STP分析 市場區隔 巴勒巴以人口統計變數中的所得變數進行市場區隔 目標市場 巴勒巴以中高收入作為目標市場 市場定位 巴勒巴以中高價位以及高品質 作為他們的產品定位 武力分析 消費者溢價能力 商品不二價 溢價能力低 供應商溢價能力 因大量購買導致溢價能力高 潛在競爭者 飲料店 咖啡廳 下午茶餐廳 替代性商品 蝶豆花 Love Juice等 現有廠商競爭者 大院子 純粹果子等 結論 潛在消費者購買意願問卷分析 本產品容易因外關係 以消費者前往消費 學生族群大多反應價格過高 滿意度已再購意願問卷分析 本產品深受消費者的肯定 上班族群再購意願高 建議 一 教育訓練 我們建議巴勒巴可增強對於員工的內部教育訓練 告知消費者本產品的附加價值 以利於提升消費者對於本產品的購買欲望 二 企業形象 我們建議巴勒巴可增加企業形象 例如為員工增添制服 三 舉辦體驗營 我們建議巴勒巴可多增加一些活動以吸引買氣 以及增加展店 提高市占率 增加知名度 本組思考後 也建議巴勒巴可將大瓶包裝改為小瓶包裝 以利於壓力價格 吸引更多的學生族群前往消費 本組也為巴勒巴想了一個行銷創意的體驗營 活動名稱為冰分小煎冰 活動流程有 小朋友報到 前往教室 沙屏製作 拍照流念 以及最後的店家參訪 我們預估預算為9000元整 幕後花絮 我們已成功 達成功 的人 可以 達成功 想拉